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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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號稱地球上最好吃的漢堡 究竟味道是如何呢 第一次的南半球之旅 今天來到紐西蘭的皇后鎮 風景真的太漂亮了 喝了超好喝的草達濃湯 吃了三家橘拉桶 再來要來吃吃看 被稱為地球上最好吃的漢堡 Fur Burger 現場排隊的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買回飯店吃吃看吧 嘿 跟大家說 我們買到 號稱紐西蘭第一名的Fur Burger 我們買了最熱門的口味 以及這幾天在路上有遇到一些 住在紐西蘭的台灣觀眾推薦過的 真的是很巨的寶耶 那邊人超級多 我其實滿推薦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可以在下午時段不是用它的時間去 就比較不用排那麼久 買了五大格的Fur Burger 然後首先我們現在試一下它 它 你看這個擺在我前面 你不覺得很像裡面裝去中秋節 烤肉的時候不是會去買那個炭 它會有那個很大的紙袋嗎 它現在在我面前 我覺得很像很多個紙袋 我們先來吃它最經典的口味 這個是它的Fur Burger 這樣子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它的樣子 哇 這個 真的超大耶 這個 等一下 拿出來很荒唐 這拿出來OSMO的整個畫面 來 這是我 這是它 這是我 這是它 這基本上就是 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跟我臉一樣大的感覺 太大塊了 還沒咬到肉 我覺得麵包滿好吃的耶 但我還沒咬到肉 我咬到這麼多口 都很像滑過它 它的麵包是邊邊有一點帶脆 然後裡面帶鬆軟 有一點微Q的那種類型 然後它吃起來我覺得那個炭烤味道其實還滿香的 它是好吃的漢堡 可是沒有到非常哇喔 但是就不錯 可以吃吃看的那種類型 它有一點點燒烤醬的那個味道 滿好吃的耶 不錯 這熱的吃起來很棒 這是台灣吃到的漢堡味 就是有一些比較單點的美式漢堡的那種店 而我們有再加點起司 然後我選的那個起司是那個bouret brie cheese 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個好像應該要選口味比較重的起司 可能味道不夠重 就會覺得好像就是比較常見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來吃第二個 感覺我們第二個應該要吃素食的 因為素食的感覺味道應該會是最淡的 這個是我遇到住在紐西蘭的台灣人 然後他有推薦我的口味 是它的素食口味 他說很少人會點這個口味 但他覺得最好吃的是這個口味 這個賣相很激烈喔 這怎麼有一種 你看它整個顏色有一點越式嗎 泰式還是什麼 就是它的那個醬料的那個顏色 清醬嗎還是包什麼東西 它一定是N3 有像台灣的N3那麼N3的N3 有沙爹又有N3 這個麵包跟剛剛的麵包也不一樣 這麵包是比較Q的那個麵包 因為剛剛的外面是有點脆脆的 這個就是整個很軟Q軟Q 它的口味上其實很重 而且它醬料放超多 因為它是素食嘛 它中間放的是那個豆腐 當作它的那個蛋白質的來源 可是它那個豆腐吃起來其實 外面有點像那個日本那種天婦羅炸的那種感覺 然後豆腐的香味其實還滿夠的 所以配上那個沙爹帶辣的感覺 其實還滿開胃的 我覺得滿好吃的 可是如果你想像 我今天就是要去吃個漢堡 你就會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 可是它其實味道其實還滿多層次的 而且它這個啊 是素食的漢堡 可是我覺得它份量感比剛剛的原味的飽 扎實很多 我覺得吃素人吃到這個應該會滿開心的耶 去哪裡找那麼大塊的豆腐炸啊 它真的豆腐炸得很不可思議耶 它豆腐直接咬很好吃耶 它外面的炸皮是真的就是日式的這種炸皮 這個我會一直想一直吃一直吃 接下來是第三個 這個就是我在網路上查看到有人推薦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我現在看到這包已經是第三次了 但我還是覺得它很大 然後這裡有一個鳳梨炸出來了 我非常的喜歡吃蕭威伊披薩 所以呢我就想說 唉 又是有鳳梨的感覺就一定很好 先吃一下這鳳梨 這鳳梨很炸 哇 這鳳梨好吃耶 燙烤味很香 它怎麼會包得很 它素菜量會給超級扎實 肉 洋蔥 鳳梨 它的這塊牛肉我覺得比剛剛原味堡 它的那個牛肉稍微再乾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培根煎得很香 又加上它有鳳梨 然後它炭烤味也很重 所以你要用鳳梨的汁配上培根的香 然後跟它有一點略乾的那個牛肉排 合在一起反而剛剛好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有點那種酸甜酸 如果你喜歡夏威伊披薩 你一定會喜歡這一個 你看 我目前第一名是豆腐耶 我突然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都吹豆腐了 但如果你要認真說 它其實也是你想要得到 好像在台灣可能會吃到的味道 好 這只有女朋友 接下來這一個是我很期待的 五花究竟跟我們想像中 台灣的那種五花肉有沒有一樣咧 它長得… 不知道該怎麼說 它長得有點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你看是脆的耶 有聽到嗎 滿好吃的耶 這也不太像漢堡 應該是蟹子醬 就那種酸酸的 它的內餡很像我們 有一陣子夜市很流行的那個 脆皮五花豬的那個感覺 它的脆皮不是硬的那種 是它的那種薄脆芽去 然後它的五花肉啊 瘦肉的地方 國外的五花肉通常他們比較喜歡煎得乾乾香香的 可是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嫩度 就是它不至於到焢肉那麼的嫩 可是我覺得已經算還不錯的嫩了 我覺得合起來其實味道還不錯 真的有點不太像薄就是了 但就滿好吃的 而且它的那個五花肉 不知道為什麼會讓你覺得 有種回到台灣的感覺 它的皮 五花肉皮很好吃耶 然後它加了薯餅 老實說因為它的五花肉香味才太夠了 其實那個薯餅味道沒有到很明顯 然後還有這個醬 芥末子醬 芥末子醬 他們很會做脆皮耶 我覺得他們脆皮做得很好吃 大概如果單純只有賣它的脆皮五花 我可能會買它 買那種一長票 然後拿著噴 這個真的滿好吃的耶 很長在我喜好上的東西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最貴的寶了 這個是接近台幣500塊 是樂眼的漢堡 這個是那個有觀眾推薦我說 一定要吃吃看他們的樂眼 因為他說他們的樂眼 是真的整個樂眼牛排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究竟 Oh my God 你現在 哇 你看這個打開的樣子 哇 這個肉 你看到這個肉嗎 我看起來相當不好看耶 真的要拍嗎 整塊的樂眼 哇 這個肉香味很炸耶 它這個又出現了 他們肉排有出現的那個味道 哇 都看起來那麼小了 我吃到一半突然要拍個照 我覺得它這吃起來的爽度非常的高 因為這真的就整塊的牛排在裡面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吃過他們家的肉排嘛 我覺得它的那個調味其實跟他們肉排有點像 就是那種洋蔥的那種甜味 肉汁的味道 上面就是這個的醬的那個調味 再放上樂眼牛排的感覺 雖然是可以想像出來的味道 但我覺得好像還是比經典的好吃 因為我現在吃到第五個了嘛 但因為我只有吃五個口味不太準 可能要到全品項才有辦法知道 就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口味是哪一個 不知道大家來的時候會吃哪一個口味 目前Furl Burger的無魂寶吃下來 我自己覺得如果大家來要吃的話 我下次來我可能會推薦我自己的朋友 豆腐口味跟五花肉口味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口味非常特別 你也不會覺得有違和感 而且我覺得這兩個 算是我第一次吃到這種漢堡的類型 所以我滿推薦大家可以點點看兩個口味 而且我覺得素食堡跟五花肉堡 是特殊性高之外又好吃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兩種 如果大家來可以試試看這兩種堡 這兩種堡剛好價格也是比較中間的 不是貴的品項 感覺滿好的 這邊可以省錢 然後今天有點小可惜 其實我今天早上本來排的行程是 搭直升機去看冰川 因為今天天氣太不好了 所以這個行程就沒有了 感覺下次來牛星爺 一定要再排一次這種行程 因為我極限運動其實我都不太敢搭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我這一整趟行程最期待的 所以有點可惜沒有達到 但沒有關係 至少下午在皇后真的吃了滿多間 不同的餐廳 不同的食物 然後我們下午還有去品酒 我滿推薦大家來紐西蘭可以 排一個酒莊行程 通常如果去酒莊去品飲酒的時候 通常一個酒莊它只會有一個品牌 可是今天像我們去的那間它有五個品牌 所以你一次可以試到滿多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喜歡喝紅白酒的 你可以去試試看 我的直升機 希望明天天氣好 因為據說明天天氣好像 我本來以為我 雨女已經離我遠去了 但目前看起來有點微微的不太妙 沒關係我們就是明天再繼續看會怎麼樣 我現在會一直想打嗝 因為我裡面穿太多褲子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有一個冰川的行程 就是因為會很冷 然後因為要穿在冰上 所以有建議我們衣服要穿厚一點 所以我裡面其實穿了一件發熱褲 一件瑜伽褲 然後再一件綿褲 哇 合在一起 我現在整個超級緊繃 我今天是各種移動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有人把我這樣抓著 站成挺 vi一步 我們要來看 你們好 我們要來看